NEO聊四季 天原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土耳其人對上 曲折羅倫 那這場比賽是留兩位天梯高手 這個HEAT對上希拓 那曲折羅倫這個文明呢 非常特別 那這個文明一開始會有兩根果蟲 那它的羊呢 這個山羊跟綿羊 可以馴服的動物 都可以放到這個模仿裡面 慢慢產生食物 這個產生食物的速度 有點像生物那種感覺 但它比生物稍微快了一點點 那所以這個曲折羅倫 一開始的開局防守相當不同 一開始你一定要先去幹模仿 然後趕快用這個赤猴 找出其他在野外的羊 這樣可以擴展自己的經濟 那所以一開始沒有羊可以吃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只能吃這個果蟲 然後後續有可以開始找到大象 或是豬之類的 就趕快拉回來吃 就趕快增加自己的食物產 不然吃果蟲這個速度是非常慢速的 原來這個果蟲採集效率是 食物採集效率裡面最差的一個 食物來源 所以果蟲 雖然最後還是有可能會吃完 畢竟免錢的最香 所以還是會吃掉 就跟左邊這個梅果蟲一樣 那屈折羅倫也是近期 很鷹霸的一個 不講鷹霸 鷹霸是星海的講法 就是最近的Meta 就是屈折羅倫是這個 非常強勢的文明 因為他的駱駝 有這個增傷傷害 非常痛 所以他打馬國也很強 然後又有這個閃避馬 閃避馬就可以counter 對方的弓兵啊 或者是拿去騷擾村民 都很好用 所以屈折羅倫在前期 前期是相當強勢的 後期還有這個寶兵UU 這個六環童子可以使用 所以打垃圾兵也超好用 所以屈折羅倫如果玩得好的話 要上到1600 1700 1800沒什麼問題 因為他的兵種確實有點強勢 後期的薩地利又可以 省到很多的食物 讓他這個強勢時期 一直慢慢延續下去 而且他一開始還有這個駱駝刺 所以你在封建時代 或黑暗時代 剛剛互打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駱駝血量非常多 很容易就會出事了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兔爾其人 兔爾其人 兔爾其人的話是唯一遊戲裡面 不能用垃圾兵的兵種 他的這個文明 用垃圾兵的話是相當的爛 因為他們要把他升級垃圾兵 斗力 長山兵只能變成斗力 那毛兵也只有毛兵 沒有在毛兵 所以兔爾其人是非常需要黃金 去做一個交換的一個文明 那取而代之的 他的黃金兵也是超級強 除此之外他的洛馬也超強 雖然他沒有斗力跟這個 戰毛兵 不是沒有斗力 沒有長長兵跟斗 沒有長長兵跟戰毛兵 但是他洛馬超級強 他洛馬是直接都可以升級 城堡時代就給你輕奇兵 那帝王時代給你這個 休想力輕奇兵 直接大洛馬都給你 而且遠防還超級高 這個洛馬 所以兔爾其人後期只能打這個 全部黃金兵 像是駱駝啊火槍啊 或者是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可以打 好像能打的其實不多 還有工程器火炮 對他的火炮超級強 也是很強 那有人會說 那兔爾其的這個火炮啊 跟這個波西米亞的火炮 誰比較強 我覺得還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個榴彈炮 實在是搶得太誇張 好 那這大致上 這兩文明的一個差距喔 我個人認為這把的對局喔 會比較精彩的原因是因為 兩邊都是蠻特別的文明喔 不會有一種 什麼垃圾兵特別強 或特別弱的一個狀況 而且剛好兔爾其 大洛馬非常強 那去的洛馬這邊 駱駝也特別強 那兔爾其人出駱駝也沒有特別強的感覺 那出了之外 兔爾其還可以打馬功喔 因為他的馬功是有這個異彩騎兵的 那這個騎兵血量 馬功騎兵血量 可以高達100滴血 這個是需要注意一點的 那目前屈折羅人 想要打贏 兔爾其人的話 最好是走一個駱駝 加上這個閃避馬路線 我們都假的叫殺騎馬 殺騎馬 那最好是趕快把自己經濟農起來 然後屈折羅人 最好是打一個大後騎 會好一些 不要打大後騎 打一個中前騎會好一點 因為打到大後騎的話 兔爾其人會越來越強 雖然自己的駱駝 雖然驅著羅人的駱駝 可以counter兔爾其人所有的兵種 基本上可以這樣講 這邊兔爾其人出馬功 或是達洛馬 這個駱駝都可以解掉 那如果對方出 兔爾其火槍兵的話 驅著羅人就可以出這個閃避馬 所以總體而言 驅著羅人是counter兔爾其 好 那兔爾其這邊是打三棒棒進攻 那最近觀眾有在問喔 那三棒棒到底效果是拿來幹嘛的 最主要的效果是拿去騷擾 再用三隻兵友去對方家裡拖時間的 你不一定要圖到村民喔 你就只是去對面砍砍木牆砍砍模仿阿 幫對方有點壓力就好 這是主要三棒棒的一個目的 當然你的出兵 三棒棒出兵時間又想要這麼早 大概19村 欸 大概19村 前喔 就要出門了 出門之後以上封建 然後就趕快點下裝甲步兵 到他家的時候就變裝甲了 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實際一點出得好的話 第一時間上裝甲 到他家直接砍木牆 對方就會有壓力喔 你看這個木牆壓力就很大 他勢必要拉一村去修理 拉一村去修理的話 他就會浪費村民喔 這個採集時間 所以這個三棒棒的主要的騷擾防守就是這樣子 那也可以同時 祖克對方弱馬進攻 提時間把這個弱馬砍死 弱馬來過來跟裝甲步兵砍會砍輸喔 所以弱馬也不敢直接硬上 他一定要下個射箭場 好才可以 但是像 Hater 這樣子走來走去就有點不太好 好那趕快找個東西來打會比較好 好 至少也要抽到村民的時間 好那這邊由於已經看到對方出肉馬了 突然其實這邊有按下一隻長傷病 跟這個弓兵 跟這個弓兵喔 好結果走一走 決定還是要砍這個射箭場 那觀眾會說 欸為什麼我今天上片這麼晚 因為我昨天中了這個 懦弱病毒喔 一直上吐下去 甚至受不了 好今天睡了一整天喔 終於有點比較好轉了 然後結果趕快起來拍片 那沒意外的話 應該可以在12點前上片 這個病毒實在太猛了 但沒有關係 該上片才是要上 這就是日更的痛苦之處喔 生病了也要繼續日更 好那這邊魔防 沒有被打出來有點可惜 如果他一開始就在這邊打魔防 沒有這樣走來走去的話 這個魔防裡面的癢 可能會被打噴喔 好重量步兵 直接繼續騷擾 差很高 重量步兵 直接上去砍洛馬 洛馬會先倒一個 但是重量步兵 只剩兩隻 斗力第一時間被毛兵給解決掉 重量步兵只剩一隻 剩下一隻弓兵只能逃跑 喔這邊可以射掉一隻嗎 哇殘血 哇射到一村 很賺 沛特這邊拿到第一個手殺 射名手殺很香 自己拿到一村喔 但是也是耗費了三棒棒喔 但是也還不錯阿 有換到兩隻肉嘛 好那這邊可能就要開始轉手為攻了 這邊工兵 可能要考慮要不要繼續下 可是如果轉太多毛兵的話 到了城堡時代也不能轉戰毛兵了 所以土耳其人我覺得算是相當進階的玩法 他玩法不太容易 好這邊是決定出小弓 這邊小弓看到巡邏看到對手 兵工廠下 這邊一擊射要趕快點 那毛兵在家裡沒有出門喔 雖然是對HAT這邊稍微減緩一點壓力 因為只要這邊毛兵一過來喔 壓力會很大 他可能會打不贏 一定要出這個弱馬 才能擋住毛兵的進攻 但這邊HAT也沒有一直按弱馬 哇這個有點細節喔 看到對方的毛兵沒過來 直接果斷只按一字喔 直接果斷只按一字喔 然後就去點這個一擊射 打得相當穩 像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會一直按 按到三字左右 然後上城堡時代時代就越來越晚 這個就是封建時代玩家們要注意的事情 這個單位不能按太多 一定要確定對方打什麼戰術之後 再決定要不要按那麼多兵喔 不然有時候我都常常按兵按過頭 然後人家都已經上城堡時代了 我還在按封建的兵 雖然我也常常這樣封建打城堡 最後還是有打贏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算是會打後期的玩家 只要上到帝王時代的時候 我算率高達80% 在我這個分段裡 但是在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 我常常打輸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很不會打前期 我覺得大家沒事一直在那邊按兵幹嘛 不是趕快農經濟 可是仔細想想 這確實也是戰術啦 打封建大爆兵也是個戰術 好這邊工兵直接拉到高地開射 毛兵第一時間做反擊 但是高地優勢對工兵來說實在太香了 直接束縛掉非常多的一個單位 這邊肉麻損失很多吸托 哇這邊又被換掉隻工兵 時候上來硬砍 OK這邊要再上高第一次 這邊肉麻雖然其實很多的一級房 現在點下 但肉麻快被送光了 才點一級房 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再點掉一隻工兵 那西托這一波打得有點慘喔 居然沒有等這個一級房之後再上 他達到一半突然想要點一級房 但點下去的時候 已經所有的單位都送光了 這個一級射的小光就是特別強 很痛啊 所以打這個工兵喔 封建時代一定要點一級射 沒點的話就跟沒出工兵一樣 射一下射一下 所以村民有稍微淋落後 當然也是被塗了一層的關係喔 所以感覺差距會有點多 那托爾西這邊 上了城堡時代前 也點下了輪走 這也是很細節 有記得點的話 城堡時代之後 經濟會很誇張 這邊插一個劍塔 來防守一下模仿 這打得有點像是在玩波蘭一樣 守護模仿 插劍塔防守 有波蘭的味道了 確實喔 確實羅倫的模仿要守住了 他的優勢才繼續擴大下去 這個肉會一直慢慢跳 這邊直接上高地開打一波 刺手直接硬打 那對方的肉馬有意擊防喔 第一時間沒有理工兵 這高地優勢實在太痛 把對方的兵直接逼走 全部殘血 那托爾奇黑特這邊 可能要考慮一下 上城堡時代要稍微退一下喔 因為西偷這邊還在大爆兵喔 這邊不退的話 這邊沒暗兵 可能會直接被淹過去 完蛋要被淹過去了 好但是有長長兵過來救一下 那長長兵要小心一點 好了吧你們別再秀了吧 哇看你們秀很緊張欸 哇完了完了完了 又上來了又上來了 長長兵再過來投 捧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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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下捧下 洛馬只剩一隻 喔還險 還好後面有安斗粒欸 沒安斗粒的話 這邊就直接被淹過去了 因為他要點城堡時代 一定會斷兵喔 哇還好啊 我還以為他這邊 洛馬換不掉喔 結果斗粒後面輸出的很爽 好那但是最後還是喔 被後面大馬爆 直接吃光後面單位 那現在只能用少量弓兵跟斗粒喔 稍微做防守了 好所以說家裡也在把自己家裡慢慢圍死 那這什麼 Water and the Doing or you scared 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我又看不懂了 貴囚 貴囚留言翻譯 有點難懂 好那邊都點下了城堡時代 喔瓶種也點了喔 哇該不會圖和其這邊要打駱駝 或者是肉馬 我覺得打駱駝的可能性更高一點喔 圖和其駱駝 可以counter的東西比較多 還是直接出馬弓阿 有沒有可能 直接出馬弓 感覺有可能喔 出馬弓 點瓶種合理嘛 對不對 弓兵也還在繼續按欸 看來要生奴兵了 好一上 城堡時代 奴兵點下 二級射 然後點駱駝 喔不是馬弓 好果然還是打駱駝 駱駝的話 現在可以看到對方弱馬 但是如果去著駱人也出駱駝的話 欸 土耳其這邊的駱駝可能會打不贏 去著駱駝很強的 要特別小心他的駱駝 好這邊 公兵上前 看一下 底線射個一發 這邊西托已經預警到了 對方的 魔兵過來 這邊要進攻的是上方的木牆 但這邊已經有劍塔了 我劍塔做防守 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直接收村 這邊直接收村 直接不往這邊打 那現在還能往哪邊打呢 現在西托兩根劍塔 守在這個地方 差的位置很棒 哇 這根劍塔也守住了 主經也守住啊 好這邊直接 射農田 三六十木 前線修道院 蓋得太前面了吧 對吧 至少後面一點 因為這個太前面了 馬上一出來就被抓掉了 如果打不贏的話 好 那這邊 去著駱人 點了一些沙西馬 沙西馬 打工兵有外傷害 而且他可以免費 抵擋五隻箭矢的一個效果 好 射掉兩片農田了 第三片 OK 這樣就賺了一百八十木了 很賺 賺這個農田快沒有啦 所以被射掉好像沒那麼傷 好 就給他射 好 西托這邊在爭取時間 大爆馬一波 好 看是黑特這邊 狂出駱駝 要來 counter對方的閃避馬 好 這邊他轉一些奴炮出來 OK 但如果只出閃避馬的話 很容易被 黑特的 的 駱駝給吃光 所以可能 後續要轉一些駱駝出來 會比較好 指出閃避馬是打不贏這個組合的 對 後面好生女喔 哇 這波壓力給的很大喔 這邊駱駝追到洛馬 黑底下跑速了 閃避馬第一時間不是就家裡 而是去 黑特家 哇 這邊要直接偷家了 能偷得到嗎 這邊是人家出兵路線 應該會被看到 我看應該是偷不太到了 而且都有為死喔 要偷有點困難 從這邊再繼續爭取時間 開下了BK 要來投車黃金兵大滿貫 什麼都出 這裡都是大量的木牆 要打進去不太可能 這邊先靠一個房子 好 三隻 四隻奴炮 直接在這裡 欸這個模組真的出來了欸 哇 終於有聖誕節的模組了 奴炮用這個聖誕樹攻擊 很像鑽頭 好 咻咻咻咻 這個關在模擬秀 有時候有些模組都不會出來 讓我有點尷尬 終於修正這些Bug了 好這邊有一個大馬包 砍個一波 應該是守住 後面駱駝直接過來 駱駝用少量的部分就可以 阻止對手進攻 壓力一直都在 在驅逐羅倫這邊 這邊投車出來奴炮小心一點 唉唷第一時間沒有打到 要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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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兩台沒了 這就是投車counter奴炮 奴炮血量太少了 只有40滴啊 被砸個一罰就沒了 好這邊沒有空好 跟駱駝開始打了起來 第二波進攻 想要從這邊鑽進去 但這邊有洞嗎 這裡也沒有 哇這邊 軍事壓力越來越大 正面開在用點困難 生旅還在遭翔 車砸一下 家裡可能要轉一些 駱駝 那這個閃避馬一直在找機會 想要做個包抄 但是這邊讓包抄有點困難 甚至在這裡 好企圖繼續在狗 看能不能狗久一點 但經濟上 村民術其實跟黑特差不多了 兩邊都是大馬爆 但是這邊 閃避馬一直被抓掉 數量越來越少 哇 黑特這邊 庫爾西打得很棒 城堡這個開戰打得很 很實際 我沒想到出了血可以這樣打 工兵落頭開 確實有點Comper到 居子羅人 這個打法 後面還有這三隻生旅 繼續等出一些馬就 兩邊都沒開TC 用單TC打到底 這邊挖一個石頭 插一個箭塔 可能想挖一棟城堡出來 這邊砸一下 唉唷 稍微 差點砸到 然後再這個箭塔 能蓋起來嗎 頭車要來砸了 三隻蝶被打死 村民直接慘招 巨石轟炸 四台投車 砸箭塔速度其實非常快速的 武炮持續在串燒 想要把血量打掉 但這邊石頭看起來是不能挖了 那這邊去的羅倫 開下第二個TC 想要把經濟慢慢農起來 但是這邊要守住 其實有點困難喔 這邊石頭女開車做一個招翔 羅倫直接咽了過去 哇 很強很強 這頭工兵算有點誇張了 26隻了 還在做攻擊 還在繼續上這個高地做防守 哇 兩邊打得很混亂 哇 很精彩 等一下 村民怎麼在這裡 哈哈哈哈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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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德魯了 要怎麼解到這一波呢 哇 這個又沒空好 哇 又送到這邊 所以目前突爾棋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把這一坨工兵 寫不掉 驅逐盧倫就沒機會了 有人怎麼突然追劃 所以目前突爾棋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這坨工兵拆掉 然後用這個洛馬跟駱駝 去做騷擾就可以了 然後頭車開閘給壓力 想法很清晰啊 這邊駱駝直接淹了上來 工兵直接上前開射駱駝 駱駝哥哥倒地 所以如果我們不出駱駝的話 絕對打不贏 但出駱駝的話會被工兵射爆 後面還有生旅 閃避馬直接在後面開了一個洞出來 哇這邊閃避馬靠到蠻多村民的 家裡直接BBQ 上方這邊雖然TC爆開了 但是家裡經濟也慘遭毒手 兩邊雞雞都被弄得很慘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都打得還不錯 家裡基本上也是被塗了一波 兩邊受傷程度其實差不多 村民速度差不多 但是這邊又開TC出外防守 當然挖這塊金礦 那托爾奇也是開了第二個TC喔 哇 家裡一片狼藉啊 怎麼辦啊 這一波阻力還是沒解掉 家裡的這一坨沙奇馬加駱駝 可能也快被解光了 哇這裡的 沒有被抓到有點可惜啊 這裡抓到的話 絕對很香 好 這邊狼藝數量依舊還是很多 哇 四頭車慘速太快了 家裡的內亂拷解完 黑特的壓力越來越小 吸托的壓力越來越大 家裡的兵已經快送光了 所以你只能靠頭車做反擊 那頭車出來吃錢 這個TC是不是就要爆啦 看起來是耶 哇TC爆 這邊村民直接 哇沒了 GG 直接被打噴出來 沒了 沒了 直接被打噴出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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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沒有再控了吧 這個應該是 就算是控錯了 直接從他身旁跑過去 好 其實我打錯了繼續 哇沒想到 土耳其人 城堡時代 這波進攻打得還不錯 那封劍兩邊也是大開戰 那對於 曲折羅倫這樣的 Counter的戰術好像確實不錯 一定要出 工兵加駱駝 去反制對手 這個戰術相當好 那其他溫民的話 可以出這個 長槍兵加工兵 去做Counter 好像也不錯 雖然如果全部出 出這個工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打 因為全出工兵的話 殺七馬又太強 那果然打 殺七馬這個單位 一定要用這個大量單位 去做一個交換 會比較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兩邊應該都是很慘 都被打到有點爆炸 欸 哇 西脫這邊是超級慘 沒錯 但Hater這邊還好 目前看起來 這一把經濟來說 兩把 都沒有什麼太大差距 打的都是相當精彩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來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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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